韩国江源山区发布了大雪警报 最高降雪量超过70毫米 另外江源北部和中部山区发布大雪警报 南部山区和太白地区发布了大雪预警 香炉峰积雪最多为73.4毫米 米石岭为40.6毫米 江陵望山为15.9毫米 另据气象预报 截至12日晚 北部和中部山区将降雪5至15毫米 南部山区5至10毫米 北部东海岸1至3毫米 江源道市郡和公路当局投入除雪设备 在主要道路上进行除雪工作 地势高的地方大量积雪 气温较高的海岸地区则出现降雨天气 三治地区降水量最多为234毫米 江陵地区为168毫米 树草为92.2毫米 截至12日晚 领东地区将降雨5至30毫米 11日 江源三治等地发布的暴雨注意预警 全部被解除 这是1999年以后 江源地区在12月首次发布暴雨注意预警 江源东海岸最近20多天 发布了干燥注意预警